今天是2023年1月2日 快必開往伯摩島的行程第849日 昨天是踏入2023年第一日 探訪快必的當然是她最愛的家人快太快媽 大時大節、荔枝閣、居水馬龍 他們10時半登記,12時探訪完畢 算是很順利的 他們當然不會兩手空空 準備了快必最喜歡的牙膏、牙刷 原始筆還有四本漫畫 最重要是入了蕃茄 因為蕃茄是來補長腳漏的屎水 非常有用 新年流流,親友都大代世代入物資 所以那條隊排到長到 真是屈回頭再倒轉進去 很多很多人 快必昨天是在2號窗的 她見到家人當然是很happy 閒話家常跟他們聊下放假 去了哪裡玩、吃了什麼、做了什麼 她說自己圓旦的早餐是雞扒拉沙 加上一杯小甜的熱奶茶非常滿足 10號再上庭 家人買了一件新衣服給她 昨天故意穿上身做毛特兒給她看 看看她喜不喜歡 她見到很開心 簡直是扎連司機去法國之行那件衣服一樣 至於褲子 她說自從警察上門收了她的淺色的卡褲褲之後 她一直耿耿於懷 家人安慰她,不要緊的 又買過一條新的給她 襯上這件均綠色的sweater 家人也入了幾本漫畫書給她 咦?她最近提多了漫畫書 快筆說她剛剛看完 兩本通語,三本神學書 還看了一本西蒙波蛙傳 夠了零收 不過她說書機之前 探她時送了一本True and Tolerance 半個月都還未收到 可能本書太深了,檢查得更嚴謹 至於她學的日文,就比較怠慢了一點 但看日本雜誌,就完全非常投入 家人問她夠不夠衣服 她說夠曬了 有一件深藍色的打底衣,夠曬 今年好像沒去年那麼冷 那件畫毛的衣,今年都沒穿過 總之夠吃夠暖 睡到又做到運動,一齊OK 2023年第一日,同家人開開心心的15分鐘 很快就這樣過去了 至於今天探快筆的是D100的舊同事惠寧 惠寧之前還中了招架 她們一見面就互相問候一番 惠寧說快筆好東西 在船上還可以網購買衣服 快筆說因為尊重劇院 所以每次上劇院都會穿漂亮衣 見下大家 一說到穿漂亮,惠寧就快筆 簡直閃溺著貪婪的眼神 對呀,快筆說對自己不要求不放棄 都是一種抗爭精神 惠寧就非常贊成她這個想法 還分享說自己現在都穿漂亮衣 還拍漂亮照,放上社交媒體 壓到一千個like 昨晚是叱測 惠寧說看看就想起快筆 不知道她當時有沒有上過台 快筆說有的 就是1995年那一年 和阿曼兩個上台報投票 那一年的口號 快筆還記得叫做《九五至尊》 作者為大 那年開始推崇原創 於是林夕和Wyman也冒起 取代了上一代的填詞人 剛剛看完潘元良的書 也有提到這個時代 她說昨晚也有很多船員 聽著這個戚測 很關心賽果 她聽到MIRROR那時已經睡覺 因為太夜很晚睡 惠寧就告訴她 有一位D100的舊同事 叫Woody 原來去了商台 很吃得開的 這兩年都有上台唱票 快筆聽到也替她開心 讚她厲害 衛寧又問快筆 那個窗 看不看得到外面 快筆說走廊的窗看不到外面 看不到月亮 方位不對 因為她是向著搖中餘文化館 比華利山那邊 可能是向西 還是西南 或西北 都不是分得清楚 完全沒有方向感 她形容現在的位置 就好像一間學校 下面就是運動場 她會聽到有人打籃球的聲音 不過看不到 快筆說剛剛收到12月15日寄入給她的信 所以時差就兩個星期左右 這幾天又是假期 她就沒有收到信 假期前我們都收到大家寄給快筆的信和卡 也說了在31日前寄出 包括有主內70歲婆婆以及Ricky寄給快筆和其他船員的聖誕卡 存名尊敬你的人和慈能善自己友 細鳳寄了聖誕卡給快筆 還有神童可風阿生的信 Therisa和向山舉目 前後兩封信 千千給快筆和毛依依的卡 Fan手繪粉彩的信紙 黃鷹媽的信 還有狗狗賀年彩圖 存名想念你的香港人寄來聖誕卡 楓葉國寄來署名一個家國聽眾 英國神童法哥禮君的卡和信 還有澳洲的Katy第一次寫信 是11月17日聖誕卡 相信快筆會在農曆年之前收到的 放心 現在仍是假期 我們還未收到快筆寄出來的信 不過大家不要沒心機 一有時間就拿起紙和筆和快筆做不有 因為收到你們的信 對她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接下來的農曆年 也是時候寄賀年卡進去 不過提醒大家 寄信寄卡 記得不要有閃粉 不要有貼紙 也不可以是3D突出來的那種 因為懲教署不給的 燙金燙銀的那些就OK的 來信請寄去 香港七姊妹郵政局 郵政信箱60141號 好了 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